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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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今天是内言经的课程 从今年初开始 讲内言经就正式开始 从内言经的经文上面 为大众开始一步一步的 我们来讲解研究 今天从经题开始跟大家讲起 经题是大佛鼎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 守内言经 这个讲稿是我们自己 自己赚的讲稿 先看解释大佛鼎的第一个字 大者 前面那么多节课 跟大家讲到内言的前言 是为了让大家 先能够熟悉 师父在讲经的时候 在所有的仪器 礼路跟下手的地方 若是在我讲的一些礼路 跟大家着眼的地方 若是大家还不能够明了的话 那当然开始讲起经卷之时 从经题开始 可能大家在听 心里面在刚开始接触时 就很难在内心之中 有所深入跟了解 但是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多节前言 所以虽然前言还没有讲完 但是我认为说 这个音缘应该是已经到了 大家在这个讯息上的 这个文字量上跟音声量上 应该是慢慢慢慢都能够熟悉 直到我不管是在讲哪一部经 都是在根本大觉的面目上面 随着种种经题的不同 所以我们研究的方向 跟角度不同而已 虽然明目虽然不一样 但是那所有一切的明目 就是让大家在不同的明目里面 另一面之间重新体会一下 根本决心的性格跟作用 所以既然讲到决心的性格跟作用 在嫩眼睛之中 就要从开始 就要是从你的大佛定 开始讲起 那是一切众生 在一切感觉现前之时 哪一个不是你一切感觉 这一切意念现前处 这个感觉意念包含你现在 所感受的一切世界 所有的一切的万法 在这一切世界 一切万法当前 都不都是你的根本 大决心中的 本来的性格的安部吗 所以那是一切众生 所有一切情想意念的最初的 只顶 根本的本来的顶目 本来的顶手 我们若是念念之间 不是顶着如是根本的大军心体 念念流出 你哪来那么多千变万话 多才多姿的感觉 所以都是要你从经题开始 题啊 就是从一个是写一个页 那个意思就是从经题开始 你念你之间要能够如是正照 正照叫做题 它在你心里面 要有一个根本的方向 根本的方向叫做题 所以题从是 是不是的是啊 就是一个日一个正 从日从正 就是是不是的是 正正当当的正 你能够从根本的正照当下 你念你之间 能够起成将来的 所有的一切的明目 所谓一切的方向 那就是题 所以讲经在经题上面 一定要从题目上面 让行者在题目当前 心中就已经明了 这个经目的下手出 所以整部经刚开始 就是告诉你 要体会那个绝体的根本 最初的大象 那个大是什么大 那是讲到本来心体之初 那个绝体当前 心体之初啊 绝体当前 那根本的一切涵容 一切的 种种的 妙用 你在这些涵容妙用里面 你才能够讲进一切绝体的庄严 你又明白绝体的庄严处 那才是根本明白绝体之中 本来非种种法的 根本信空的妙德 如果是你不能够讲进绝体的 种种庄严 你再说信空 你讲的那个信空 都是情想忘记的种种断灭 为什么讲的是情想忘记的断灭 因为你一定不是在决心上面 所解释的信空 决心上面所解释的信空 现前的所有一切 妙用当前 不也是都是绝吗 那既然当前都是绝 所以他为什么能起成妙用 你知道吗 因为他念念根本不住 念念信空故 所以能够起成妙用 假如念念有助 念念不空 那都成将来的断灭 都成将来的妄直 真有妄直 若是真有妄直 还不要讲妄 真有如是直 那一切法就自然灭 就不神 因为你在黑就不能直白 你坐着种种感受之时 坐着某一种感受 就不能直种种 你为什么在一能直种种 在种种又能够直一 那就是你根本心中 本来的信空 所以那个时候的信空 你才能够是什么 那才是一个行者 他在汉传佛教 讲到心底深处的 那个大字 那个大圣 那个心底明白的 那个运载 他不必再跟你说 什么亲近不亲近 他当下告诉你 本来亲近 本来亲近当前 那就要看到你根本 你有那个勇气的担当 跟运池 你没有那种勇气的担当 跟运池 你怎么能说 本来亲近 所以你只但要只知道 只知道亲近 那只只是在决心之中 旺分为二 那叫二神 你不知道根本之中的亲近 根本亲近 那就是现前你所有的起心动念 那也就是本来亲近 可是众生不懂如是的言语 因为他不是行者 他不是一个学人 所以抓着现前的种种意念 说本来亲近时 他是抓着现在的造作意念之中 说他本来亲近 这里叫做愚痴 叫做摩天 说本来亲近 那是达本以后 你才知道的本来 就好像我常讲的批语 你知道是进体之时 我说近色本来亲近 那你会抓着近色 说近色本来亲近吗 你当然不会 你是知道近色正在呈现之时 那近色根本就是近体 根本一如的亲近 因为你知道那是一如的亲近 你就不会流转在近色 因为你知道那是一如的亲近 所以你就能够担当于一切色 能够显了一切色 你不但能够显了一切色 你在如是色中 能够知是知非 知善知恶 知一切法 知一切相 知道什么相叫做增进 知道什么相叫做流转 他才能够现一切世间种种相 不是你只要但说五 不是你只要但说空 就好像什么都不必要 你要但说空时 你要真要说知道是空时 你才知道这个决心之时 他才能够入一切万法的维系 法法都是根本本来的决体的担当 既然法法都是决体的担当 所以法法都必要 都需要 你缺一法 缺一项都不叫圆满 不叫做大圆满决 既然知道是决 那没有一法不是决 那不但没有一法不是决 你还知道在如是法中 他能决起什么 在如是法中 他能够灭掉什么决 灭掉什么决也是决 不过那个决陷的是灭决 陷的是坏决 坏决也是决 坏决虽然也是决 好决也是决 在决体上面非好非坏 可是你要知道决体上面 他就能够为一气苍生 显尽一切是善是恶是好是坏 那这个难道你不需要知道吗 是清静是庄严 是流转了 是忘止 这个难道你不需要吗 当你明白如是需要时 你才能够在心里深处 你最初体会那个大 所以那个大字在我们的讲稿 第一句话讲 大者言超行量 初觉情标 为什么言超行量 那不是一切众生用种种 现前的意识之中之所能够行迹的 用感受之中去行迹的 所以言者讲理 约理而说 你明白如是脉络之时 你还会在现在的倾想之中 在一切念头起处 做种种倾想 种种忘记吗 计量吗 不会啊 为什么不会 现在我讲的不会 不是说只是跟你讲天方夜谭 下空中楼阁 而是让行者已然知道如何回头了 怎么样讲不会 因为你任何情想情记现前 你都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 觉得的是谁 因为你在每一个情想情记之中 你已经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已经念念之间 像你根本心中本来的明了的 那一个根本心中的亲民去认 所以那叫做言超行量 它不是任何众生种种有形 有形啊 不要讲说你说有形 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一切色态 形态 不是 你淡起心动念都叫有形 都已经入种种形 都叫有形 因为都是你中的情想之中 必定有像 想字都是像在心上 然后每一个想念当前 不但有形还有质量 你会觉得这一个念头之中 就有你随你现在夜感之中的 种种夜里的沉重 你明白如是道理时 就在如是所有的一切想念当前时 一些气量现前处 你自然就能够做到 就是我常讲的那句话 四十二章经讲的 切莫信如意 所以你自然当然就能够用得到 切莫信如意 你那个切莫是在哪里说切莫的 你是明白觉体 你念念之间如是回光 念念之间如是去体会 那个决心必定能够启程的 如是担当的那个大 你不要小看这样子回光 你要是真正都能够在 每一个起心动念当前 每一个情想 计量现前处 你都知道觉得的是谁 其实你要知道 这其实你虽然现在 因为我们过去是反情 流转太深太久 所以现在需要你发出一个念头 发出一个正念 你你之间的不断的鞭策 做回光 做回光想 做回光 种种善用 那回光到底是向哪里回 回光就是向自己本来面目上认 叫回光 但你回光当前 离开情想说回光吗 当然不是 因为那一念情想之中 你要懂得回光 因为决心现出情想来时 那根本也就是觉 你不要在念头现前处 你还想到有意 另外一个念头叫回光 那你是自己在决心上面 因为思维不深固 思维体会不深固 思维还是流浪固 你觉得回光 其实就是那一念 每一个念头上面 你看到它 你都知道是觉 将来你熟悉时 就在每一个念头上面 慢慢体会它就是觉 你慢慢都能够体会 都是觉时 你才能够最初明白能所 最初明白能所 也就是《令言经》之中 《观世音菩萨原通章》里面讲的 出于文中 入流亡所 为什么能够明辩能所时 叫做亡所 因为你明辩能所时 那你当下照的就是能 在能觉所 全所是能 叫做亡所 什么意思 你是已经知道能心了 你已经知道一个能觉的心了 每一个念头起初 你都知道觉得的是谁了 因为你就是这样子 不断地在心中 如是孤招 念念之间 在心中 如是不断地鞭策 如是不断地贯穿 你总有一天 你就会习惯 就站在如是 你突然感觉 你突然就会明白 那还不叫正德 那也不能叫突然感觉 你就是能够用得到它 你就站在好似 决心的作用上面 当初都是好似 好似决心的作用上面 你看到一切的意念先前 那哪一个意念不是 过去是怎么现 现在依旧如是现 但是在每一个念头 现前处 你居然都能够体会到 明白的是谁了 那个才最初打破一切 过去的无始的妄知 你才知道什么叫希望 妄到如是 因为你本来都是觉 而且也跟大家讲过 之所以我们能够起成 那么多不同的情想意念 是因为你的决心 从来非种中想 所以过去在从来非种中想 是起成种中想 所以就算我们 堕在种种意义众生的夜想之中 夜想之中 事实上你那一年决心 也从来没堕过 你只是不认而已 既然要认 所以将来你就能够认得 它从来不堕 因为不堕 那全能 你就在这决心之中 那个能明白的那个心 就是最初体会那个能 还不敢讲说 你是完全照了能锁 但最初一定能够明白 什么叫决心的动静而向 为什么要明白动静而向 眼前看的全是随缘的浮动 哪一个念头不是 毕竟能够敢种种物化 而现前的种种浮动呢 但是就在能够随缘物化 当前的浮动 一切的意念现前处 不都是你那个能觉的亲近吗 所以你在静中能够明白一切动 叫出明清静 出明动静 出明动静之时 你就是明白那个能心之时 最初明白明白的那个心 叫明心现前 明心最初现前时 你看到还是锁觉吗 你看到的都是锁觉 但还是过去的锁吗 不是 你会明白全锁即能 就是你明白锁当下 就是能心 它从来不是二法 因为全锁即能 所以再能锁往锁 因为你都是在能心之中看到锁 你还会躲在过去 真有分别如是锁心吗 不必 所以因为明白是能故 所以方便说往锁 这里面的维系 就都是出家人 都是剃头染衣的行者 你才能够这样子去念念回光的 那不是像现在的一般在家人 长得那么狂妄 不必出家 随便那个佛 念个佛 你要是真的念的佛 念佛三面现前 决心就要现前的 你最初能锁 那个像你也要明白 那能锁不是绝吗 你连绝都不明白 你跟我说什么念佛三面 所以你不知道 决心之中的根本当前 它就是能够 你只要能够在念念之间 愿意回头 若要归家归便德 哪一个人若要回头 哪一个人不能证德 所以它你会发现 你要是真的能体会 如是道理之实 你不要说你已经体会到 刚刚我讲的那个 最初的入流王索像 你就算最初还不知道 什么叫王索 但你心中已经明白 如是礼时 你自然就能够甘心担当 现前每一个即兴冬年 你就会有严超行量 你为什么能够有严超行量呢 如是心里面的反思 如是心中的反光 反照 如是心中的回光 是因为你心里面潜在意识 你已经明白 那个决体的根本的 总行 总量的大了 那是你心中大德现前 那个大的德现前了 那是真正体会决心的 那个大字现前了 所以那叫严超行量 初决琴标 初要在哪里说 初要在事项上说 刚刚言在理说 初在事说 这既然刚刚讲到 你都已经是王所 既然是王所之实 那必定能够显出 心中的根本静能 静能就是什么 亲近的能能 就是妙能 亲近的根本绝命之中的性能 你还没有完全正德 但是你就已经能够 能有蛛丝马鸡 都叫见鸡了 鸡就是鸡像的鸡 所以才叫水边淋下 鸡变多 芳草离皮 见野魔 纵视深山 更深处 聊天鼻孔 整长他 你就觉得现在 念念之间 还没有办法 真的走入如释的 神秘 还没有真正 抓到如释的心流 还没有办法 真正走入如释生命 但是 你但要有 现前的每个意念的吐气 吐气就是鼻孔 鼻孔就是呼吸石 但要有每个意念 在你眼前吐气 你就知道 牛在那里 要聊天鼻孔 珍藏他 那吐气都在哪里吐 吐气就在聊天上 聊天什么意思 就是在一大钟动 那一大钟在哪里说的 就是你明白 根本心中的 一如 念念能担当 心前的事大 事情的种种 启会那个事大 理大 理大事大 你都能明白出 那就是聊天出 过去你不明白时 正在如是世大 理大现前处 理大事大 根本心中的 尽得现前处 就是聊天 遮蔽 至日之处 你将来就是要在过去 在每一个念头 启动当前 遮蔽至日当下 你就是回头 暂见 看到心流鼻息之时 你看到一个行者 念念心中 已经念念 心中的传习 心中已经 愿意担当了 心中的气质 气息了 正藏它 还能藏得了吗 所以每个念头 现前处 它还能藏得了吗 那不都是 人心之中的 根本的欺民吗 那都是 你明白心机以后 最初心中的 心中的担当 跟回光 能藏吗 但是现前不能藏出 再黑现黑 再白现白 黑白现间处 还是过去 你躲在黑白之中的 种种情表吗 那不是吗 你可以表以情 但你绝对不会随情而表 决心一定能够表以情 不能够表以情 怎么是绝呢 但是你会被它的情所表吗 你会随它的情中 起成种种波动吗 起成种种框架吗 起成种种束缚吗 不会啊 决心就是如同镜子一样 镜子一定能够照色 照黑照白 是根本尽性之中的 本来的器皿 可是你就在黑白之中 你在那边启程 黑照白照 从黑中缩照 从白中缩照 那已经背离了 根本尽体的照体 照得 虽然你感觉 现在还是照啊 但是你不知道 这所有的照 都是从哪里来 都是从情表中来 所有的照 都是被一切感受之中的 束缚框架里来 你要打破那个五十极来 你习惯的那个束缚跟框架 所以才告诉你 你本来念念具足 你本来都本来 所有一切苍生 一切众生 本来具足如是得恨 那一切苍生 你不要想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 你先想到那么遥远 对你没有帮助 那当然你每一个人都具足 但你要先想到 一切苍生 就在每一个念头上 不都是苍生像吗 每一个六根六成 现前处 不都是苍生像吗 我们之所以叫众生 叫苍生 就是因为我们活在 六根六成的 种种苍生像上 众生向上 所以我们名字叫众生 名字叫苍生 所以你不能够只是认说自己 我原来我也有如是佛性 那你有佛性 你在哪里看 每个人都说 我原来都有佛性 都有佛性 你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有什么意思 所以苍生本来具足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诸佛万德庄严 要在哪里看 你要是明白 如是道理时 就在你现在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 眼睛见色 耳朵 纹身时 不都是众生吗 你体会得了 不管见色 纹身 它根本都具 如来万德庄严 它根本都具 你大觉性体的 本来的万德吗 你都能够在这个上面体会时 你就念念就能成就回光 你就念念 自然就在每一个起心动念时 再也不只是念头之中的 勤想的负担 勤想的负累 再也不是那么样 沉重过去的忘觉 为什么说忘觉 就像近色跟近体一样 你明白是近体时 近色就是亲民而已 你忘记近体时 近色就是眼前的种种 视力跟沉重 所以那个都虚妄到如此 所以依旧你将来明白 觉体时依旧 世间法中就在眼前 还在眼前 但是你还是在说 世间在不在眼前的世间吗 不是 你是知道觉体之中 必定能呈现世间的世间 你在觉体之中 必定能够知道 能够照现一些世间的世间 那个叫初世间 因为他绝对没有世间的负累 就是初世间 但是这个初世间 他一定能够入一切世间 他这个初世间 入一切世间时 他是真有世间能入吗 当然不是 他是在根本大觉心体 不过叫做入法界而已 入一些法界而已 所以连华言经都告诉你 先知道什么叫离世间 离世间就是明白初世间 什么地方开始离 就知道在一切世间法中 每一个起心动念当前就是世间 你居然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当前 都已经往所 都已经看到你根本 能够明白一切世间的能心 明心现前 你就初瞻离中的清净 你初瞻离这个智 智慧的智 初瞻离智 离智现前 最初你瞻得一切 什么叫做 瞻得一点 什么叫做离 但是那个离字 才能够担当一切大明 所以你越是能离时 反而你越是明白出 那如同古人讲的旁观者清 所以离我还讲到离字 中国字还是什么 离字火挂 离字火也 离字民也 明明白白的明 所以你自然就能够什么 初觉 清标 所以光讲这个大字 是要告诉你 你念前的行者的心态的 你明白决体了吗 你念你之间 愿意在如是决心上发心吗 你愿意在自己根本 大觉体目上面 体相上面念念回光吗 你发出如是心 叫发菩提心 你愿意在自己根本的本来面目上 为照料一切生死 为留下开示一切藏身 甘露法门 开启一切藏身 甘露法门 这个决定心吗 那叫发菩提心 所以那个菩提心 你面对的都是什么 面对的都是过去 一切众生习惯的倾向 你却在一切众生习惯的倾向 这么样排山倒海 这么样庞然的势力之前 你愿意甘心 忍受念念之间 回光的孤寂 忍受那个不在 随感受之中 心中那心里面 那么强大的排斥 内心之中 随烦情过去 夜感之中 那种深沉的挣扎 你要先能熬过 那种妄想实力 所以那才叫发大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堪能受供 就是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说 身中若是没有了 世间佛法就没了 一切人搞不清楚 妄想现在什么 出家人都学不好 你忘记我们都是人 出家是什么 出家是现象立志 叫出家 不让我出家干什么 剃这个头 染这个衣衣 你以为这个装扮很好看 很时髦 剃头染衣衣 是为了要还我根本的亲近 现如是庄严 是为了要开显圣道的根本 不同于世间的威夷 那个根本不是一切众生 想要追逐的心态 那个不是一般的众生 心里面能够堪能够担当的 愿意面对的心态 因为众生都是流转望直中 所以出家人都是发了这种心的 那我们都是人 发了这种心的人都没有办法成就 你在家能成就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心里学你都不会算 你还叫什么有智慧 这一点账都算不好 你叫什么有智慧 我们都是人 立了智以后都学不好 你不立智的都就学好了 你不立智学好就是我常讲 那我立智的就应该当下是佛了 都成你们在家人学习的祖宗了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妄想呢 就是因为不在决心上面体会 因为不在决心上面体会 所以他也不知道现行 现状是为了什么发心的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发心的维系 他不知道那个发心的可贵 所以他根本泯灭 轻蔑一切形怡 甚至用在家人领导生团 那不是扭曲众生的灰灭吗 你不知道那个像 这就在平常的耳濡目染之中 你已经种下如是的像毒 因为那个像中 就是刚刚跟你讲决心 你为什么要能够明白决心 是一切像法你都知道 如是什么像固什么觉 你能够明白 如是什么像固 如是像就 如是学 就是法华经讲的实如 你才能够懂得 什么叫大觉体中的根本的性空 你明白那个性空 你才能够知道世间像长珠 那个事才能把决心讲完 所以你在那个眼前 看到那些在家人像 你还把它当成解脱到处理到 你不知道那个在家是从哪里来 人没有什么在家不出家 在家出家像 人竟然活到人间 只有问你自己想不想从过去 人间都还是幻业了 从这个幻业大梦之中走出 你愿意走出才现这个像 你不现那个像你能走出来吗 而且在自信之中 你若是真的发了如是想要走出来的心 你自然的行为仪表就不同 一定不同时间 不共时间 心如是故 像如是 你不懂实如吗 所以世尊丽僧人的这种威仪就是告诉你 他也不是拿像来束缚后面的行者学人的 他是告诉你 你应该有如是像 因为我们心中还磊弱 智慧磊烈 你根本体会不出来 现在现这个像 现这种割结衣 现这种剃头染衣 它到底有什么将来的 心性之中的接引 我们在这个像中体会不出来 唯有出世间的一切圣人 他能告诉你 就是用你世间像 却能够在你心中转成不同的法轮 转成你将来 你之间超越的智慧 你问为什么能够如是转 因为决心也从来没离开过种种像 决心你不能拿种种像来浮浊他 但你不知道 你也不能够不知道决心 他一定能够在一切像中 有种种的差别 你要不知道那个差别 你知道是决心吗 所以华言经中 讲到那个最维系处 是能够你入世间 能够担当一切世间的差别处 你才是证得心里的无差别知识 当你要是真正明白 什么叫无差别知识 你才是明了一切差别处 因为你在差别之中 根本不会知道差别 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差别 你知道吗 因为你根本不多差别 你才明白差别 你才最初体会 什么叫华言 那是大决心体的安部 那华言你若是都能懂 那你就念你之间 你就是顶带如实的根本 决心中的面目而行 那叫打佛顶的大字 所以真正能够如此 再看下一句 当体一名 你能够明白如此 所以这个当体 再也不是唯一文字而已了 在前面讲了那么多道理 你就心中若是明白时 当下心中那个担当 所以那个当当字叫能认 已经能够认 已经能够认识心中的明了 体者是能行 那个能行不是说 你一定能种种形态 而是你心中能够有所表达 有所形容 有所智慧的制造 叫能行 行啊 还有表达的意思 形态的行 能行 不是那个行为的行 形态的行 所以当者能认 堪认的认 体者能行 你要是心中 真能够如实表达 真能够心中念你之间 能够直下 堪认 就是责任的认 你将来在潜在意识里面 自然明目清楚 所以叫当体一名 你自然现在种种的发趣 种种心中的面目 种种你将来下手的目的 你心中了然啊 过去连世界人都知道 出师要有名啊 当兵打仗 出去打仗都要有名 心中要知道为何而沾 《华业经》中也说 如沉船入海 若是你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 将来必定沉默在海中啊 一切世间法中上前是如此 何况是出生死的大法 解脱的大教 你会真明白 谁那是当体 所以这个当体 再也不是跟你讲文字 那个是告诉你心者明白否 行者你是不是念念肯于回光否 当体啊 你能够念念如是明白 念念甘愿如是回光 你才能够想念念如是根本 在绝体的大字最初的大字之中 你才能够如所深入啊 所以叫当体一名 常骗为义 常者无不智 骗者无不容 或者无不寒 寒荣 无不寒荣 骗 那谁解释国文都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要在心性中解释 所以每一个自行者消归自信啊 什么叫消归自信 你看得到你如是的信用啊 你能够转得动你如是的法门 你看得到你当下念头之中 你当下念念之间 你已然回光的心中的行者的作用 所以你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常 常无不至 无不至是什么叫无不至 一切起心动念 你还不能担当吗 你还会随起心动念 随它流转吗 所以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都要知道什么 聊天鼻孔 怎藏它 那你都知道决心 当下就在 叫常无不至 你当下要体会那个决心 当下就在 你说那师父那法师我体会 我知道 但是我又觉得好像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到底会不会在呢 你不必怀疑 决心怎么会不在呢 你哪有一念离开过决呢 就是因为你启程这个怀疑这一念 所以你永远不肯去认 那你永远都不会 你永远都没办法体会 你这个怀疑那一念不也是决吗 决在根本 决从来没离开你之时 决起一个念头叫 我是不是这样子叫做在呢 我怎么找不到呢 决起一个这个念 决起了这个念 你就不认它是决 所以你就怀疑 决在不在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不但无聊 不能用无聊来讲 你不觉得很无辜吗 你流浪生死不觉得很无辜吗 所以你要明白入世道理时 就算你自心之中 启程的念头 念念为自己作诈 作诈也无所谓 为什么 聊天鼻孔障藏它 决心就在 就像我们平常打坐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 因为是出家二三十年 所以懂得一些下手的道理 那毕竟还没正呢 所以在身体上面 所以一切的过去夜感上面 一样还是现前未正之时 还是一个根本凡夫之时 就会有种种修行上的障碍 不管是心理上的身体上的 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障碍现前的时候 如何去面对呢 我们面对的方法 就不同一般世界了 所以为什么像南传人 小圣人或者是不要 这个不能单讲小圣如此了 南传如此了 如此了 只要是最初下手时 身文人不管你是大圣小圣 大圣小圣不是在法上说的 是在你心中的发心愿力上 因为有如实发心跟愿力上 才说种种法的 这才能够讲尽 才讲清楚实如 没有一个法叫做小叫做大 但问女儿等如何发心 所以佛门之中说 大圣是转正发心而已 所以像我们不管是大小二圣 所以有一些身文行者 最初下手之时 你身体不管你酸痛 胀 痒 或是在心理上面的 所有的一切 变化 难过 不都是清清楚楚觉得 就念念之间 明白了觉得的是谁吗 而且你心里面已经有那个方向 你再也不甘心 你背离此句 觉得的是谁 这个根本的话头 这个找到自己根本 本来面目的这一句 这一个声音 呼唤的声音 再甘心 流转的过去 你再在不管 酸痛 酸痒 疼痛 上面 或者是一切成本上面 还甘心在上面 再找到任何的方法 解决的方法 因为你就知道 那一念解决 就是还什么 甘心再受沉沦 但是我讲这话 有的人听错了 听错就是说 就出家人生病了 不要看病 那也是 念你也是白痴 为什么说白痴 你现在还是凡夫啊 你是一样看病 看病的时候也知道 觉得看病是谁 你只是看病 先用你的药 去疗你过去的业障 这个疲囊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有的一切的行持上面 每一个起心动力里面 都要维系 才会反省 我为什么会躲在 如是沉闷之中 甚至于在看病当前 我都不知道 到底大病在何处 病根在哪里 你只只知道一味看病 不是叫你不看病 但是你只知道看病 你却不想说 此戒如是看病之时 心底深处 更明白如是根油 更明白如是病根 所以那个时候的下手 你自然就会知道 在任何起心动力里面 都会慢慢慢慢提起一个声音 决心在哪里 你先明白了决心在哪里 就是你习惯用决 那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转世成治 虽然还没有叫做成 但最初你要有用的这四个字 转世成治 什么叫成治 过去只是是 将来你知道不知道 是你根本大决心体的至日 所以智者从之从日 你明白那个是根本决心的 明了的大智吗 你不要只随是 是是躲在情想之中的纠缠 那你知道吗 整体的是就是你根本的性中 决体的性智 那根本本来能够随缘的智光 那如同太阳的智照 你要在你敢担当 现前的感受都是智照 那叫回家 那是归家人 你避开现在的种种 事想 事情 意识的事 事情 你想要找到一个智 你叫愚痴 那是外道 你抓的现在的情想 你以为那个叫做智 智就像现在的这些摩天一样 那就是直接下地狱嘛 一个想要离开 那是二人胜过外道 一个是想抓的现在情想 以为叫做智 你在上面 以为你有什么方法解决 有什么方法超越 有什么方法 好像胜过于人 你将来准备剁三图 剁阿比吧 你说 法师你怎么 师父你怎么 念头之中都是这么不慈悲 不是我不慈悲啊 我只告诉你 意义就是如是啊 你只要抓的情想 将来情想之中的 如是的厚重 那不就是你将来的三图吗 这也不是人语 也不是我给你的 也不是人语 哪个人给你的 是自己造的 因为情想 你觉得 哎呀 我有智慧了 我能够怎么样了 我是初祖了 我是十四祖了 净土宗 我当然不说我了 你知道我在讲谁 虽然讲起来好像 轻描淡写 你就知道 他潜在意识里面 就是着持如是名字 就是因为有如是的着持 所以一切道理不通 一些伦理不知道 一些佛制不清楚 你讲到他们 他们就告诉你 身战身了 你仔细思维 那身伦 身格不多 他们败坏光的 他有战过身吗 讲到地域门前 身道多 都是这些人讲的 他忘记他自己是身了吗 教育一大堆在家人 没事就跟你讲 其实地域门前 身道多 你们不要 一天身棒身 要身战身 我们每天 呵斥 如是不如法处 我们每天告诉你 什么才是应该 让大家知道 是什么应该是 身伦之中 应该有所持的伦理 那才叫战身 战字是赞扬意 赞扬什么意思 正去发扬 是赞扬 让你明白 如是的 身格叫发扬 不是你嘴巴 闭嘴不说 叫赞身 那就是一个台湾话 我给你赞 那叫打击 那种可怜 所以有一点如是 心里面的着吃 你都知道 那个些着吃 你自以为 有所得的那些东西 你就知道要下地狱了 那都是前响 那都是将来的厚重 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你 你就是你 你也习惯用诀 当下转世成智 当下我说的用诀 两个字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 你要用到世尊 如是圣者 所以能够用的 种种的语气 我们还不能 我们的智累 还不能够急 但是能够体会到 行者能够为你体会到 我出家人 出家这么久 能够为大众留下一点点 出家人应该有的一些 言量跟行为 我告诉你那就是什么 我这一点的种种体会 那就是你要念念用诀 念念体会 决心在何处 你要念念用诀 念念体会之时 你觉得谁做主 谁不做主 我是不是主师 这一念我这句话 你会躲在这句话上面 起成嘲讽 起成这么样的戏论吗 所以须不提都要明白 如是心性时 那个解空 本来的担当时 须不提都不做事念 我是阿罗汉的 你还做事念 是不是那一念 你做不做主 这要可怜 那时宜都可怜 所以你看他那 遗害 害的所有的一切 不管在家 出家 出家人 不知道自己是出家人 出家人都跟着在家人 甚至于跟着在家女人 那我们要允许 这种恶业的话 我们真的是 对不起良知 其实有的时候 每个人只要 发出一念声音 现在好像我感觉到 说现在每个在 就是在 现前在每天在 骂的 还有大陆上 很多年轻的法师 现在有很多政界 一些的法师 在呵斥 像我们这种 你以为我们无聊天 当然要骂人 我们不顾形象 这样骂人 我们只是要 想要启发 大众的共识 我什么骂人 所以讲的严重一点 讲的不是惊悚 讲的让大家觉得 这一些实在是不能够 真正不能够 再让它这样子 延续下去时 大家才开始 懂得每一个人讲话 每一个人有一个 正确的表态 每一个人都有一句话 说这不应该 你只要每一个人 发出这一句一念就好 就不必老辣 那么每一天 费劳心劳费 我肝也不好 为了找了一些资料 剪了一些影片 每天晚上弄得半夜 每个人只要发出 一句声音来 这些世界的磨叶 就消失那期了 就不敢 在现前了 磨天都会为之震撼 因为什么现在 我们每天这样子 几乎每天这样子 不顾形象的骂人 是因为大家不肯发声 大家还在那边讲说 我们要保持佛门亲近 我们要深赞生 你那叫亲近吗 还有人说 要看看自己的分量 土匪都打进家门口来了 他就要了你自己 家伤失最有一切 父母妻儿六千眷属 一切人的命了 你还在那边 没事帮着他讲 跟大家讲 有的人想要出来抵抗 还在那边 一天到晚就拿 帮着土匪恐吓大家 我们要看看 我们有没有这个分量 我们看看能不能打败土匪 你就等着土匪来杀 你们家人好了 取人会 取你家会命好了 有可怜 无知 所以这里面叫常 你明白那个决心之时 你自然就会在决之中体会 连这一念 我不讲话是什么决 我会起成后面后人 起成什么样不正的思维 你也是从决入决 你那个决 你不只是你念你之间知道 每个起心中念是决而已 你还要知道 每个起心中念 当下这个决时 你要能够入实如 如是行 就是如是法 如是法就有 相信体力做 因缘果报 本末就尽 你要清清楚楚 你都在实如之中 你才会真正知道 每一个念头起处是决 不是单只知道 单只知道是决 就这样子而已 那个叫二审 那个叫小圣 你要明白实如 所以为什么 开卷 法华开卷 就长到实如 那是心量的 那是心智的担当 那叫大 所以那个才 你就自以自主知道 你不讲话 不发声 还在那边做账 是什么业力 骗者 刚刚讲吾不寒荣 吾不寒 吾不荣 在这个寒中 是在哪里说寒说荣呢 在就在事项上 礼上面 你就知道 无所不至 那都是决 所以不必再说寒说荣 可是在事项上面 在一些万行上面 就有寒荣相 为什么寒荣相 就似乎就有种种对待 似乎就有种种包容 似乎就有种种 彼此之间的互相 相知相亿 互相体恤 那不是寒荣吗 再也能够容于色 再也了 再贱能够容于色 再色能够容于贱 你不要再贱不容于色 那成断灭 再色不容于贱 那就叫流浪 那都叫流浪 当下用心 当下用根 都是如此啊 身为人用根 都还要明白用心啊 身为人用根 你要明白用心 才叫用根呢 所以念念之间 叫你直下用根啊 那用根 怎么样用根 达本才是啊 那达本你要知道 长片嘛 长无不至嘛 片无不寒 所以于理于事 你都清清楚楚啊 所以长片为义 那个义就是什么 义这个字你看 从一个阳 从一个我 上面是个阳 有我 阳啊 多拜在中国字 讲祥 祥和的祥 也是明明白白的意思 所以祥和的祥 开始的是一个阳 明明白白的 祥明处 也是从一个 盐子旁出的阳 那个心中的那种温柔 心中的那种柔顺 你能够柔顺 能够开显一切我处 能够达一切我处啊 叫做义 所以心底之中 你平常我们讲的 入义入义 在哪里入义 每一个义 不都有一个我乡吗 但是你却在 每一个我乡之中 你能够真正解释出 当下那个我字之中 它启程的种种 同与义啊 你要明白一切我处 那才是大我之实 大我非我 但是能明白一切我 过去你躲在一切我中 指我 所以先告诉你 无我 所以开始回头的时候 念念之间 你不要去望任 眼前的种种起心动念 以为是我 那要如何不望 也就是我跟你讲的 念念在决心上提供 你才知道 不去望去执着 望向执着 所以不会在念头上面 以为是我 你就会慢慢发现 能明白我的是谁 那最后能明白我的 那个我是哪一个 现在你所明白的我 刚刚都讲往所了 能明白一切我的 这个我 你就不能拿一切 现前所有一切所有 现在所明白的那一些我 来亮它 那叫往所 所以一切所我 你都根本不住 那不住 那你能明白我的 那个我是什么我 能明白的那个我 从来没有我像 那才叫破我像 它不多在那个我像之中 它才能够启成一切我 才能够明白一切我像 那个叫大我 那个才叫你明白 最初的大字 那叫大我现前 不然你告诉自己 你是哪个我 你每天起承那么多我 你是哪个我 你就说 那我就不随意念的我 我后面还觉得有一个我 你后面还要觉得有个我 就像我常常讲那个批语 在决心上面 你说你找不到绝了 那同样的意思 在我这上面说我 你以为说 我离开现在的异想 种种我 我好像还有一个 能知的一个我吧 哪有能知的我 被你能知啊 现在被你能知的都是所知 你又抓着所知 把那个所知当成能知 那就可怜 能知无相 你还知道我有一个能知的我 还被你能知啊 被你能知 那都是所知 现一个能的名字 你以为是能知 所以你自然起初 我觉得好像 每一个念头上面 我已经不随先见的我了 后面有个能觉的我 连这个你都知道 觉得这一念是谁 根本你现在意念之中的一切 能锁幻象都不住 你才能够破掉 一切 一切 忘锁 你才能真断了一切 过去的所知 不然你以为你找到能了 你觉得你找到能了吗 能还有能找到 找不到的 能还有找到 就是所知 那就是骗己所知相 因为决心现前处 就是骗己所知 你要知道他的所知 明白是所知 使你就看到那个大字 你在那个大字 能明白一切我是大我 你在我中明白大我 在一切法中 就明白那个大象 叫长遍为义 所以你明白一切我处 才是能打一切义处 能够一切义理处 所以能明白那些我字 你就要知道 在哪一切之中 立的种种我 在哪一切因缘之中 立的种种我时 你就能够讲进 一切差别中的 种种我象 那我者就是什么 我者法也 那就是法 你过去不知道是法时 那法都变成我时 那我就是种种沉沦 这是行者的下手出 这是大乘佛教 汉穿佛教 叫人回家时 念念教授 弟子归家的 下手出 你要是真用心人 你要是真是修心人 你怎么会在这些字里行间里 看不到诸佛经典之中 那种真正生命之中的密言的贯穿 你要看不到那个密 表示你心就没如是 发如是心 你要发如是心 自然就能够入如是密 所以真正的生命 不在现在你感觉到给你一个名字 那叫密教 就是密 你如果抓到那个密 你以为还有所得 还有什么就是金刚 又是那个的 还不得了了 一天到晚就以为 一灌顶以后 就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了 你那个心里面甜蜜蜜的那个密 你小心蚂蚁遮你 心里面痒得慌 光有那一念你就知道 那就违背决体 跟刚刚讲的不都一样 所以 我为什么说今生有幸 能生在东方 能生在 我讲的中国是根本 大中华文化之中的 本来的 中国儿女的 这种 福报 那是决体的中国 所以为什么要 弘扬 一直要恢复汉教 你不知道在我们汉教之中 每一个文字上面 每一个过去古德意经 留下的文字上面 那才是真正的贯穿 那才是真正的 九转 真正救命的神丹 摩天当然不允许如是 所以才把内言 原决都判成 伪经 什么叫伪经 你拿那么多时代背景 来说伪经 你要看看 字里行间 他在讲什么 那个唯有真正什么 就好像 你是一个做音乐的人 你真正入了 真正入音乐的 这种发心跟气质 这种智慧里面 你才能够听得出 任何曲目 所传递的 里面的旋律 维系的旋律 你是个修心的人 才能够在字里行间里面 体会得出来 他是不是伪 那就可怜 那都是摩天来障碍的 那都是摩天 生死是大 大众好自残之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